欢迎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 北京时间8月2日凌晨 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第二轮 中国女排3比0轻取东道竹法国女排 取得两连胜 暂列小组第一 提前一轮出现 锁定一个八强资格 这是中国女排第11次参加奥运会 此前十次两多金牌 上一届奥运会 中国女排作为未免冠军止步小组赛 表现不佳 时隔三年来到巴黎参赛 渴望再次冲击金牌 首轮小组赛 中国女排3比2 险生未免冠军美国女排 取得开门红 四轮的对手是东道竹法国女排 后者最新一期世界排名第19位 跟中国女排的第5位相差较大 两队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本场比赛 主帅蔡斌在首发上派出朱婷 李盈盈 袁新月 王怨怨 龚翔宇 刁林宇 王梦杰的阵容 面对法国女排 中国女排轻松完成吊打 第一局早早拉开分叉 后面被对手追了一些分叉 还是25到18轻松拿下 第二局 中国女排打得更为轻松 25比16再胜一局 第三局 两队比分咬得很紧 中国女排还是积高一筹 顺利拿下完成横扫 总结下本场比赛 有几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上一届奥运会 中国女排拥有很强的阵容 结果小组赛一轮游 现在仅仅打完了两场小组赛 便提前一轮锁定出现资格 可以说是非常轻松了 中国女排面对东道主 没想到赢得太容易了 仅仅发挥了五六成的实力 就能拿下 本场比赛 李盈盈得到14分 王怨怨13分 朱婷12分 功享与10分 朱婷依旧发挥出色 得到12分 13次一传零失误 效率76.92% 防守13次12有效 效率84.62% 中国女排 篮网得分很高 其中李盈盈 王怨怨 袁新月都有过单人 篮网得分 并且首发当中只有朱婷 王梦杰没有篮网 体现了对手的进攻 威胁有限 由此可以看出 法国女排的实力 真是太弱了 每一局的得分 未超过20分 若非东道主的身份 也没有机会参加 奥运会决赛圈 看看今年世界 女排联赛的成绩就知道 沦为了宋芬童子 李盈盈无愧于 中国女排队内的第一核心 上一轮面对美国女排 得到26分 位列队内第一位 现在对阵法国女排 也是队内得分最高14分 赛后 龚翔宇表示 今天在冲击对手方面 做到了赛前的要求 奥运赛场很残酷 我们不会给对手机会的 很高兴能够赢下比赛 前中国女排队员 奥运冠军惠若奇 赛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 恭喜中国女排 提前锁定八强席位 期待下场和塞尔维亚的比赛 能争取到好的淘汰赛排位 第三轮 中国女排将迎战强敌塞尔维亚 具体在北京时间 8月4日晚11点开打 让我们持续关注 期待女排姑娘们的好消息 大家对于这场比赛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讨论留言 之外 都可以